從珠江三角地區連日暴雨 部分地區水浸 廣東電網過去兩天 共有百多條線路跳濟 近20萬戶停電 集中在韶關、陽江、紹興等地 經搶修之後已經恢復供電 氣象部門預測未來幾天大雨持續 另外廣西溶水苗族自治縣 和四川丹巴縣都因暴雨隱犯泥石流 其中廣西的泥石流 沖走一個墳墓工人住的宮棚 三個人死亡、三個人失蹤 每月都造成部分鄉鎮電力通訊中斷 功勞踏坊